好 各位晚安 大家好 那我們同事也邀請兩位講者 好 前面來 就是 對吧 先前面跟本事見面會嗎 然後同事我一邊做自我介紹 我叫洪福 然後我今天是受到子倫的邀請 然後來這邊當主持人 然後也是第一次 就是洪福縣書店店長的身分 在這麼多人面前介紹 那我記得我上次來到澤文分享 是來介紹洪福縣書店所做的事情 然後那時候就是以洪福縣書店 跟洪福縣書店來跟我們分享 那洪福縣書店他是彰化 在日志時期的文學家跟人生 然後洪福縣書店他在彰化生人了二十多年 然後那個我跟亮大哥的認識 就是在洪福縣書店 我在帶導覽 在帶小旅行的時候認識的 那我跟子倫的認識呢 是在 我們都是在彰化跟土地 文化資產相關的議題中認識的 最早最早其實是在去年的一個 台鐵的宿舍村 就是大家知道善行城戶嗎 就是現在東亞唯一 一個動態還在運作的就是 善行城戶在彰化 然後他的對面其實是一大片的 台鐵的宿舍 然後在去年的時候我們發現他被拆了 所以彰化就是 這邊就是有幾個組織 其實彰化的組織很少 然後我就開始去喚起大家的關係 那我跟子倫其實最早是在那時候認識 然後到後來呢 又有銘寶館的議題 那我覺得今天我也跟大家一樣 是來學習的 因為在我幾次跟子倫 在討論彰化的土地啊 城市發展的危機跟困境的時候 我覺得我很敬佩跟 我很感謝他給我的一些 就是不同的觀點 因為通常我們在一些抗爭的事件當中 我們其實是會把事件 或是那個那片土地 或是那個地方的人 當成是一個物品 可是我們其實都忽略的說 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想要去採取行動 然後就是歷史 那歷史是一個抽獎問題 裡面是什麼 然後為了一個街區 那那個街區裡面的內容 是什麼 有時候我們在 就是文王在行動之前 文王沒有太多的時間 我們可以去思考 我們到底為了什麼而行動 然後我們就會投入很多的 心力這樣 所以我就發現說 子倫他的 他所學到的 然後他的觀察跟整體 其實是可以就是 帶給我們很多就是思考的 一些關鍵的點 那今天呢就是 請子倫跟欽宇 他都會分享說 他們之前在台中田吊團 發起了一個港台交流的一個計畫 然後他們到香港去觀察 然後拜訪交流之後帶回來的經驗 那子倫我相信就是剛剛 大家都已經就是有介紹 就是他是台中田吊團 然後港台交流組發起的主要成員 然後另外呢 他也任教於彰化建國科技大學的同事中心 那欽宇呢 欽宇呢 本真也是港台交流組的成員 然後他是任教於彰化藝術高中的電導師 彰化藝術高中在彰化是很特別的一間學校 然後而且他就是他位在一個就是 舊的軍營區改建的校舍裡面 所以歡迎大家有空就照帳號來玩 就是蠻多歷史建築跟區塊的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你的麥克風交給欽宇先開始 好 大家掌聲歡迎 下來了 好 好 好 那 大家好 其實心理 你剛剛怎麼介紹 嗯 那其實我想回應大家 因為其實我們到處定這個題目 講雙城的一次 想說 台中的例子跟香港的例子 其實是有原因的 就是 剛才有題 我們是在今年的暑假 去了香港一個禮拜進行倉房 那其實那個免疫局是用台中城市發展評價團 然後組隊 所以這次去不是是觀光 所以他去了一個禮拜 而且那時候當初 我在那個學校起下 那時候是學習星島 然後我同學說 欸你去一個禮拜幹嘛 香港不是去三千就夠了嗎 去一個禮拜 然後其實我們去交流 所以就是 基本上那一個禮拜 我們是拜訪大概有 至少五個以上的組織 然後所以基本上是去是看 看不同社會議題在那邊的發酵 然後不同的單位 所以我們就發現 這一次這樣子回來之後 我們認為其實這個經驗跟台中 我們就是一直在關注台中的成績發展的過程 其實它這兩個成績其實有很多的相似處 然後但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所以這才是會讓我們想要嘗試 去把它跟它分享的一個環境 然後再來就是我自己 透過這次的肌膩要身為一個老師 我覺得其實可以把這樣的東西 帶給我的學生 所以我同學 後面會分享一下我們 怎麼去帶我的學生 去從這個經驗的掌握給你的課程 然後基本上呢 等一下浮成也會出現 因為當時浮成他的動命 就是去香港 然後我也打算邀請他去跟我學生 進行一個交流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這種交流的過程 是很重要 然後也是希望今天同學 要做個交流的過程 這是我們會想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我們就來講一下 因為既然是老師 通常都會跟學生說 上帝也可以要先認識一下 這個地方自己的環境 但是 對 所以 就跟大家做個比較 那大家看一下 我們沒有練 誰是香港 而是台中 那你們覺得看得出來 上面 那一排是香港哪 台中 香港 欸 香港 那下面這一排是 台中 對不錯 上面那一排紅色 大概一千平方公尺 平方公里的是香港 下面這個地方是講台中 那特別比較靠的地方 其實是講是舊台中式的部分 對 因為 因為我覺得現在和運中 其實它的變化其實蠻大的 那特別講話 葉子很清楚 給大家有一個感覺 至少你要先知道 為什麼常常在電影裡面 會講 香港的房子很小 很急 跟很多 基本上你從人口 音樂大概就可以知道吧 在這麼多 這比台中式小 大概一半的 面積上面積的 比台中式多了 大概兩倍多的人 所以基本上 它的能力度非常的高 這也是為什麼 其實我們在看 香港它的住宅的時候 看它的景觀 都是這種高樓大廈的主 然後譬如說 葉子那個住家 都是非常擁擠 擁擠的 只有它的從地理的角度來看 它是有這樣的 從事的特性在 好 那其實要分大表演 其實如果舊台東式來看的話 這種舊台東式的 其實很像 有很多的地方 滿滿高的 這是可以讓大家有一個感覺 至少 但是香港跟台中 你要先有一個感覺在 但是我通常 這一課 要講的時候 不要跟人說 我說 好我講完這個數字 可是你應該沒有感覺 因為它就是數字 其實跟你的生活 跟你自己 然後就是覺得 你為什麼把 準備要考試 我才能 等一下不然就看過就算 所以其實我覺得 後來我再放就是 更具象的 除了數字之外 其實你要看到 就是要感覺 就是看到照片 好這是在香港 大家應該陌生吧 好對 就是在最繁華的商業區 背後中間 什麼旗艦店啊 然後那種高級的 時尚精品 這個那個分布量 在中環 好這是其中一部分的香港 大家會問啊 怎麼都沒有人 這一張 不是應該 最繁華的地方 怎麼一個人都沒有 好然後那時候 我們西越區 都好像有一次颱風 所以那一天剛好 就放颱風架 所以他們全部都打 然後這裡還有貼那個 有看到嗎 就是上台的那個交代 隨便看的是颱風架 所以都沒有人 是非常難得一件的 不然他管來 那是成績的馬路 的商業區 好這是一通話的香港 是大家最熟悉 那這個當然 也是被大家 很熟悉的香港 非常高的樓房 這也是在中環的 比如說辦公區 所以這些都是 所謂的穿著 就是衣服 上班族 然後搭著車 再通勤 那這個也是香港 就是馬路 商業區 但是這個也是香港的 這個更熟悉的吧 電影裡面的場景 就是石神就是這個 尿街 它在九龍半島上面 然後它就是更 所謂台灣的 非常能大的小樣 就是 好 就是促商組合 然後九龍上夜市 好 就是那這也是香港 好 這個三樣的促商區 在 大家可能比較不會去的 這個地方是在那個 端塔 對 然後它這裡就是 大概他們那一個一個 那個就是想說 嗯 住宅量蠻小 因為有什麼陽台 然後這個那裡不太會自己 樓曬 曬那個衣服 衣櫃呢 太高了 所以 通常你會去 樓下沒有裝置可以殺 就是把它亮到亂眼 所以很常見在香港 住宅就是 一般的亂背 一樣 把一隻地方 嗯 空間住宅很小 所以它 居座化眼神在很旁 但這個也是怎樣 這個是在 營養館廠 不過這是天堂是所謂的工業區 那 這是早期的舊工廠 這邊就是所謂改建之後 新的商業大樓 所以它其實在反應香港 它不斷的開始 和新跟舊的對比出現 一樣的一條馬路 但是 開始變得所謂不太一樣 那這一棟 舊的辦公大樓 它其實 它是一個工廠 所以這個工廠 它是面臨一個問題 到底要纏還是要留 那它留下來可以做什麼 這是他們其實香港現在 開始在關注的一個議題 就是如果不猜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是他們其實想要討論的 那除了把它 拆掉蓋這樣的 大的高樓的房子之外 他們也開始討論 借著這邊的事情 那其實這種包廠的背面 其實就是一個 充滿那種 鋪鴉的一個 一個一面 一整面牆 但是因為講是 欸 藝術可不可以是一個選項 這也是 當時候帶我們導覽的時候 才知道 帶我們去討論的一個部分 好 那 這個 其實我們是看到的想像 通常我放假的 那我學生他們都會說 欸老師 這個真的是香港嗎 好 這是跟大家想像中 香港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個地方 那只是要跟大家說 其實跟香港 他們其實很大 不是走一個島 它是好幾個島 或是走向 那這是在他們比較 一個郊區的地方 那這個是屬於在大江口 非常非常 靠近那個深圳 他們的郊區 然後 這個也是可以為 這樣的工廠 然後他們都把揮起來 一樣 就是 就看不到 但是我們是做一些 是回收 然後就是一些 那這個也是香港的部分 所以 其實綜合剛剛這些圖 可以讓大家舉報說 其實 嗯 除了這樣的數字之外 那看到了什麼的 畫面 不管是照片也好 或是大家看的電影 就是基本上 香港的面向也非常非常多 那 其實這都是香港的地方 那其實我想講的是 那這些 一個一個的圖片的話 那對來說 可能還是會有什麼感覺 對吧 只是聽一點講啊 看看好 然後就是香港講 他就欸 可能很新鮮 可能你看過多好 但是 所以在量想這個是發展的脈絡 因為我覺得 在看這些東西過程 其實你沒有辦法懂 他背後 為什麼他會這樣的發展 其實你會跟難力理解 他為什麼會覺得怎麼樣 所以就是 接下來我開始 比較遵從的是 他最一開始這個程序 發展的過程 帶大家認識一下他的背景 然後 那你可以更理解 為什麼他現在會變成這個樣子 好 那這講的是 最一開始是大家知道 香港 那個港 代表是港口啊 其實他從大概清朝開始 從他例行的位置的關係 就在中江出海 他就是一個非常商店發達的地方 好 他一直都是重要對話通商口 大家可以看的是這張照片 這個地方是早期 大還是那種挑夫 清朝時代 但是你看到這個招牌 已經開始後只有一本次 他一本次當時後 香港他的位子 就是早期 那種對話通商非常的繁華 好 只是只是講 一般他的位子來看 那早期就有這樣的優勢存在 所以到後期來說 他就是剛剛英國之後 他就開始從 那個外鄉的進出 然後開始有這樣工廠 這這種蠻蠻經典的 我去試試試看 這個老闆出資者 其實就是兩萬多人 那他找誰來工作 就是有的便利啊 在那種長逢馬關 那種三國父母 但是就講的是 其實香港這樣的 區位特性帶動的就是 這樣工作活人 從內陸的終身正來工作 就開始簽到香港這個地方的工作 然後香港開始就是工廠 為什麼他可以快速的繁榮錢 就是那邊蓋很多工廠 外資蓋了工廠 然後有人便宜的勞動力從中國來 所以他們開始就快速的發展 那這也是照著後來香港在1960年代的時候 香港製造亞洲四小龍 香港他們都快速的崛起 就是跟這些平民的勞動力的關係 所以製造比現在大概知道他能把他的脈絡之後 可能高中或是國中並且絕破 那後來也好 現在認識也可以 那就是接下來開始告訴你的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像現在大家常見這個 就是一個原因的 好 當時候剛剛說過的就是在19世紀 20世紀的時候非常多人從中國 就為了這些通常口岸 開始搬到香港來 所以快速而大量的人口 就移到中國 移到想法 同時在1911到1949這時候 其實是中國 如果說中國的死人化 就是開始一些什麼內在啊 軍發各路區啊 然後開始國營增到千台 好 那時候有一部分人就是也是逃到的想法 所以快速的人口移到香港之後 就開始變成的遼入 就是所謂TB的圍張建築 好 這是在那個時代背景底下 香港他的人口更快速的密集聚集 那這樣子的圍張建築 他當然背後叫圍張 士兵那種關鍵啊 安全 他一定都是有種問題在的 好 這也是為什麼到後期 在1950年代的時候 他在那一場大火 在石家維這個地方 他是拿大隊 這也開始讓港英政府 開始重視到其實誰 獲取這種所謂的 遼入違章 狼子應該要受到重視 所以他開始在1950之後 開始接著所謂的喜智檔下 要安置這些所謂的移民也好 對著所謂的宗益 自己的老姓都好 所以在1950開始 他大量叫做所謂的公共住宅 就是呢 他要滿足這些所謂的大量的百姓 或者是那種宗益 收入或者說過世扶取 他能夠讓他們安身秘密的地方 這個是在1950開始的房子 那後期其實太多人 一直往香港搬遷 所以他就開始 為了滿足更大量的需求 開始自己建公屋 然後早期的比較矮 再一直換第二期第三期 各種的公屋就出現 那因為人一直往香港進行 還是太多了 所以到時候變成現在這樣子的情況 就是一直往上發展 後期建的很高樓 然後很多的公共房屋 像有一個統計就是 香港現在大概有30%的人 是住在公共房屋裡面的 公屋就是所謂由政府出租去蓋 然後他是提供租金庫的買賣 給所謂的收入的戶人 可以去申請就住 那是比較平民的住宅 那30%代表什麼 718萬的人 30%大概多少 210萬 210萬 好 那還記得 台中市大概多少萬人 2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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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概就是在香港 住在公屋 在這種台中市大概少一點點的人 這個比例住在公屋 所以他其實 剛剛只能給你講 那個當房 類似這種 還得住宅的那種 開始就被忠視 就是他們那種在自助體的背景底下 開始注意到 所謂的大家的基礎品質啊 環境啊 特別是中地雙路或是地下階層那種 他們的住宅的一些棍子就開始出現 其實是在這樣的東西 現在去看 好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今年組加7月中路拍的 這是在元朗 這也不算是東西 它是平常是郊區的筆解 也是影響大家可以看到 住宅都是非常非常高 然後大量的 拼體式的住宅 所以其實我要分享的是 其實當初我遇到幾個香港的學生 他們就講啊 平常如果你要問別人你的家的地址 他會跟人說我家住37樓很正常 我家住45樓這也很正常 所以說 就是把握住他們的住宅的環境 其實跟台灣人的想像是太一樣 那這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你的例子 那剛剛講的是住宅區 那他們也有一個商店區 這個就是在金鐘 他們的那個市政府附近 好 這大概以上就是我從比較是他的位子 城市的發展的那樣都跟大家介紹 至少大家可以對於單位的子倫想要繼續分享後續 他現在的成就發展的過程 大家可能會有什麼感覺這樣子嗎 好 那我就跟大家持續跟大家來介紹那個 目前香港重要的幾個預言 欸大家好 我叫我子倫 那這個部分接下來就我會來介紹 大家要等一下介紹到後面有一些時期 有時候再回到那個市民會再持續講那個香港的議題 那我想先問大家一些問題 大家對於那個香港啊 有哪些印象 剛剛其實聽完有人有去過香港 其實去過的東西可能會比我來的多次 或是比我更了解 那我只是做一個城市研究的人 所以 不知道大家對於那個香港的 就是他們的與會啊 或是什麼的 還有什麼想法嗎 或是他們聽到在抗爭過程後 可能會喊出什麼口號 因為你要不要說 他們會喊什麼 你聽過的 那虎晨呢 有沒有在那邊觀察到他們會喊什麼 我現在要明年突然有想法 好 那我就趕快 就是其實 我也講這個原因 是因為 我們其實看到 香港在做一些城市抗爭過程中 他們會喊出一些口號 而這些口號其實 在台灣 並不常見 當然在學界 或者是在 很多抗爭界 也常常會有這些字眼 但是它很少被 對大眾語言所使用 但是 我們在香港 幾乎每一個居民 他們都會對自己的政府 提出這樣的一個 一個與會 來做抗爭 那為什麼要提出這個與會呢 因為 他們已經到了一個 可以說 從2000年半半之後 很多的政府官商的 協力嗎 我們講的BOT 那講來聽點 叫官商勾結的這種情況之下 開始出現很多的壓迫 所以他們透過幾個重要的與會 來代表這些政府的壓迫 所以假如以後 遇到香港人 他們應該很常講到這幾個詞 比如說 第一個叫新自由主義 當然 這個 學界很多的討論 所以我只是簡化的跟他講 他們會常常講到新自由主義 那你們大概可以 其實非常簡化 但是 不能這麼簡化 但是 沒關係 那就是 其實主要 會有新自由主義的概念 這個可以講超久 不過 我要講的是 在香港會提出這種 新自由主義的概念 就是來自於 他們官商 都靠你的關係是越來越大 當然 在東亞地區的政治 又更特別 我們的新自由主義 跟美國的新自由主義 又不太一樣 台灣的新自由 或者是東亞地區的 新自由主義 又加上所謂的 那個 侍從主義 也是跟黨國資本主義 之間的連結 是比較深的 所以 我們在看他們喊 新自由主義 背後還有更大的一套熱術 就是他們在針對 中國共產黨的概念 那像台灣喊到新自由主義 其實背後也是會針對誰 國民黨 國民黨這個 黨的侍從主義 1990年代所長的這個東西 那不論如何 不論港台 或者是中國大陸之間 在談這個 新自由主義的概念的時候 我們大概了解 他們其實在面對這個 前世發展過程中 總會喊出一個口號 反對新自由主義 那假如聽到這個 大家以後就熟悉 大家反對的是什麼 可能是反對共產黨 可能是反對商人 可能是反對商人 呃 呃 李嘉誠 李嘉誠那些人 好 那或者是呢 他可能反對商人 可能反對是自己的 那個 特首 所以 背後你可以再問相當人 他到底是反對是什麼東西 好 不過只是跟大家介紹一個余慧 第二個呢 是這個 潘 潘兵賢 在 經過了長達十年 他當倒地產中介 所以假如想要當倒地產中介 當臥底 十年後也可以出書 他說了一本書 叫做地產霸權 這地產霸權 就是因為他透過 過去十年的這個 不動產的經歷 去了解到整個不動產他們之間 怎麼樣的 透過各種技巧說法 然後把這個 這個手法 能夠變成一種 壟斷的過程中 壟斷就是地產 地產 的過程中 把它用一個詞位 叫做地產霸權 所以呢 各位假如以後到那個香港啊 看到地產霸權 其實就是在講什麼 他們的那個房子啊 全部都是被少數人說壟斷的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地產霸權 可以觀察 至少我現在 還 看不太 我沒有研究這塊 所以我跟他說沒有了 但是地產霸權 我覺得值得研究 所以有人有興趣的話 那 第三個就是 歷史保存的議題 那 因為香港各位都知道 他過去 雖然曾經被清代 清代 然後又日本 曾經統治過三個月 那 後來又到了 英國殖民時期嘛 所以呢 他其實有非常多的 不同的時期 所保存的一些建築 當然英國他佔領的小隊 比較久 所以他有非常非常多的 英國的建築 那這個建築其實也成為 某些他們的精神象徵 所以等一下我會看到他 對於一些保存過程中 拆遷過程中 也會對英式的一些建築 有一些敏懷 情懷 就像我們現在的重區 對誰做情懷 日文 好 一樣 好 沒有 好 我們繼續 沒有 我們 好 我們繼續 那我們就 接下來除了我們要講的 這幾個關鍵詞文之外 再讓大家無聊一下下 我在講 我在講一個 比較 香港也常講的一種的詞彙 叫做gepification 世神話 那有人講高級話 貴族話 都沒有關係 但是這個一定要跟大家講 因為不講這個 之後講香港人會常講 那個gepify 那個gepification 這類的概念的時候 你就馬上能理解 它其實只能 程式發展到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世神話到底是什麼概念 白色的字都不要管它 簡單來講就是 紅色這三個字 第一個就是取代 誰取代誰 有錢人取代窮人 或者是 在美國其實是 白人取代黑人 因為這畢竟是從英國 歐美西方世界去 延伸出來的概念 那現在當然已經延伸到 現在已經出現 第四波世神話 那我們先不管那個 總之它會有一個取代 這個取代 不論是種族 年齡 年齡 年輕人就取代老人 像那個 很多鴨皮 後來去占軍很多的老人 老人就無法負擔 老人就走了 所以在西方世界的 這種取代 年齡 種族 還有剛剛講到的階級 這是最主要的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剛剛講到 階級 階級就是這種動態過程 所以我們會看到 那個空間就改變了 最有名的 像我們之前的陳勢儒說 有講到這個哈領區啊 或者是說 國務特林這些地方 以前是黑的 但是在某些地方 透過了 因為四神話之後 很多的白人進駐 藝文家進駐 之後呢 那邊變成了白人 在那個和新大特的模樣 那個空間的改變之後 我們看到了 有錢人 在佔權那個空間 而窮的人 就不斷的 外移到 更邊緣的地方 交通更普遍的地方 所以四神話 它是一種過程 它也可能是某一種 暫時的結果 那 總之 它會最後產生一個 呃 對於 談這一塊的人來講 是一種不公平的現象 因為一個城市的發展 不應該都是 排除這些弱勢 那我們等一下的介紹 就會看到 那些案例 它可能排除到了什麼 那就大家去 大家去感受一下 所以 大概講到這個城市四神話之後呢 目前的文獻 大概都針對這五塊 在做那個四神話的研究 那 九龍東就是 很早期的 呃 他們 等一下我會講到牙強 大概是在那一塊 等一下會講到 那立東京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藍屋寶床 各位知道藍屋嗎 這裡非常有名 有兩個 目前有兩個那個社區 比較做得非常好 第一個就是藍屋 第二個就是 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 那個土包灣 土家故事館 那其實都是小田 呃 還有他的周遭朋友 一起去做的 那這個藍屋寶床 非常重要齁 就是李小龍的徒弟 然後他們住的地方 那兩個 我們是沒有在今天特別的講 那 它有關鍵 就是它是作為那個 灣仔大院的根基過程中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世神話過程中 少數可以留屋 又留人的一個空間 所以假如各位未來到了香港 去住在灣仔 千萬 一定要去 不是千萬齁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這個藍屋 去看看 它留又留人的一個狀況 因為反對 反思我們台灣 我們台灣的文資保存是一種 又留人 不是 我們是 就是 留 感人 對不對 很多都是這樣 當然有部分 做歷史截取也會留人 但是那個 條件都跟這種 抗爭之後 留屋或靈狀況 完全不一樣 那大家值得到時候去看 那留麻地這邊 我們會講 等一下會講到這個 觀塘的避免法 的一個世神話狀況 所以簡單跟大家講一下 等下我們一種 這個很重要的一個 世神話的概念 然後有些人呢 會談 地產霸權 我們在廣洋 或者是跟他們 在導臺的時候 會看到很多的 這個他們喊什麼 反對地產霸權 然後就先走 所以等一下 可能都會聽到 所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些基本的 智慧 好 那這一張圖呢 其實是2015年之後 我們當時要去香港 那我們就把 當時重要的城市發生的 一些抗爭的事件 稍微點維出來 畫上去而已 沒有點維 沒有去還是 所以 我們看到 這個地方是西界 這個地方是最密集的 香港島跟九龍 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看到一二三 這個地方有皇后碼頭 所以 他們當時 皇后碼頭 皇后是誰 英國 對 英國 所以他們為了保存 那個英國的一個象徵 他們也是有做一些抗爭 就很像我們台灣現在做日本 那當時就有人說 你是那個英國狗嗎 他們就有人這樣罵了這些人說 你喜歡英國 你喜歡中國 所以當時就出現很多派遞 就是說 用中國的方式去壓這些 要保存的人士 但是他們認為 我們要保存 並不是對英國的那個 國王的緬懷 而是那是對我們日常生活中的 一種精神 所以其實城市最有可貴的地方 其實就是在 英國的日常生活之中 所以他們為甚麼要做這個皇后法 並不是要對那個皇后 有那種尊卑的那種概念 所以要保得並不是 而是因為那是他們的日常生活 那等一下我們會介紹 國安堂啊 文安宅啊 我們會介紹到東北 這個板高鐵這個地方 那五六九 五的話公務問題 其實我們今天有特別提到 那六的話 板地山跑道也大概在這個地方 腳大去香港也都在這裡 那跑越航空城也是在板地山跑道 所以聽說現在有一個 國際板地山跑道的天王 跑得到他們大國啊 然後這些地方 這個人往我搬得去了 好 那我們再繼續來看 那簡單的大家了解到 這個位置之間空間之後呢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的 比較會先介紹這個 板東北板高鐵這個地方 東北板高鐵這個地方 是一個城鄉區 那為甚麼要板高鐵 各位知道過去就哪裡 深圳 所以這邊是連接深圳 廣東跟香港最重要的位置 也就是它未來要成立的高鐵上的位置 所以我們就先來介紹 我們等一下就會來介紹那個 板高鐵這個地方 那介紹之前呢 我想問大家就是 有沒有人覺得 其實我們去一個禮拜 但是有沒有人覺得 去一個禮拜能夠觀察自己 其實我相信這邊有很多人 在小東北板 那其實我們不只這個禮拜 我們其實 過去大概花了 將近半年的時間 去理解整個香港的過程 那我比較特別 因為我本身有做香港城市研究 所以 又比較不一樣 但是 我們來的成員呢 大概有十個 這十個裡面呢 九個都不是做城市研究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的來歷 有高中生剛畢業 然後呢 也有定義老師 也有農業的專家 然後呢 也有可能它是一個支援 所以 我們去的一個目的 當時在發行這個 我問大家有什麼興趣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我有兩個想法 第一個就是 希望讓大家 能夠了解到 不同的城市瑞疏 因為 台灣 假如公開自己小圈圈 完成那個瑞疏就會固定 但其實香港 或是說到不同地方 刺激的時候 其實就有不同的圖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其實就是 大家有講到一件事情 因為台中 好像都在學台北 跟香港在連結的 也幾乎都是 台北的一些學術圈 我們台中有沒有可能 創造出自己的城市瑞疏 而從這個城市瑞疏裡面 我們可以得到一些話語權 那這個話語權 有沒有得到 其實 我們最後會講到 有個香港的老師 他就指 要來台中跟彰化做演 做那個 親書發表跟演講 那麼其實 我們就看到了 其他的國家 要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們會選擇出台北之外的地方 那麼 台中才能夠 創造出自己的 自己的 城市和東西 所以 我當時就是 找到連結台北 沒問題 但是 當時我就覺得就是說 呃 就是 不要掛在台北的 什麼身上 而是 由台中自己的名義 可以出去 那麼這樣就會很不一樣 那我們去的地方 主要就是 這邊動日期 在今年的時候 那 今年我們 呃 7月4號就是因為 土地正義聯盟 我們有一個土地小學 那這個土地小學呢 最後跟三次 他會到不同的地方 那我們三次弄 都有去啦 但是是 選時間參加的 那後來就去觀塘 在灣仔一東街 土瓜灣 之後呢 做一個整個 禮拜的 對談 這樣子 所以這大概是我們 去那邊的一個行程 那 話不多說 我們就很快 進入到 我們去的這幾個 組織 他們其實在從事的是什麼 我們剛剛 今天會介紹的是 土地正義聯盟 活在關堂 兩個 然後再來就是 立東街 H15關注組 再來就是土瓜灣 這樣四個 另外呢 我們在H15的下午 有去參加那個 有去看那個 牙籤尾 所以等一下會介紹 五個組織 跟大家講一下 目前這個香港 他的一些 統治的發展狀況 好 首先第一個 土地正義聯盟 其實非常重要 那這個土蒙 他是在2011年成立的 但並不是這時候才成立 其實在更早 像剛剛講的那個 天心碼頭那些 其實就有很多的 民大的 或是其他一些學生 他們就共同組織的一些 對城市發生的一些組織 他們發生 去希望能夠保留什麼東西 那他們後來就是 這群統治 就有很多的關注組 所以有很多的關注組 後來就集結在一起 決定要做一個 更聯盟性質 可以做更多的一個團體 那所以他們主要在做什麼呢 大概就是下面這 這個部分 城鄉交界 所以他們在西界 這個地方相當努力 那還有城市文化 但這個 就看 他們有一部分是關注在城市文化 尤其是城市小販 都會知道那個小販 就帶有我們的檀商 檀辦這些東西 所以我們台灣其實 對檀辦這個 並不是那麼的熟悉 我覺得我們未來可以再持續努力 那還有他們會對外做一些交流議題 所以其實 土地建立聯盟 對於台北來講 已經有很多次的聯繫了 所以假設有台北人 其實可以去找蠻多錢 縣長和盤全會 這些其實就有很多的交流過 那還有政治參與 像最近有一個叫巴香豬 朱凱尼 那朱凱尼其實蠻有名的一個神 蠻重要的一個人 神話而起沒有 就是他們 土地建立聯盟重要的一個人 做一些政治參與 跟農業發展 他們希望能夠做一個農業的復甦 所以當時我們有一個農業專家 他們就說 希望我們能夠再請那個農業專家 去香港 讓他多了解一下農業的狀況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是我們在土小的時候 土地小學的時候 第三天就去登山 那登山的時候就往下看 看的時候就看到這一塊 那這一塊呢 就是高鐵的設站 那這一塊高鐵設站 其實我們這邊有簡單講好 就是在09年的時候 有這個反抗的過程 那反抗過程中呢 其實到09年 已經慢慢的有累積到一些人 當時以前 在09年之前 抗爭很多人都說 當時的抗爭人數 可能都兩三百 頂多到五六百 可是當時來到了 竟然有三萬人 所以其實09年 這個反高鐵的事件 對他們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經理 那反高鐵呢 這個地方 他們除了 上面有講到的財政問題 土地回收問題 或者是車站學子 等等 背後的一些問題之外 所以最重要是 在這邊有一個 新移民的村落 那個村呢 就叫做菜園村 那菜園村呢 他受到了那個 這個高鐵的設立之後 他必須要被拆遷 所以呢 在拆遷過程中 村民希望能夠維持自己的生計 因為他不是原居民 他是新移民 所以在新移民的過程中 他們有很多的經濟儀式 沒有辦法得到保障 所以他們認為 透過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 就可以 原本的村落 其實可以自行自主 那假如這個高鐵 來到這個地方 他們重新 要搬到其他地方的時候 能不能 再自行自主 經濟會不會能夠 再這樣自行自主 還是就會變成經濟的弱勢 然後去 住很高樓的公共住房 然後他們的社群力誇解 他們很擔心這一塊 所以呢 他們就在這個高鐵09年之後 開始做一些經濟的抗議 跟一些霸聲 所以這邊有看到 千人怒撐 撐就是CROSS 所以就是撐起來 這個議題 那我也看到 他們在之中 也做一些道上的貪物 來尋求大眾的認知 很像我們台灣 有會做的事情對不對 台灣有很多 也會做這樣的事情 那最重要的是 在土地聯盟 有一個人叫做陳雲中 他以前在台灣念書 那所以學會了很多 社群力道的概念 那他在這邊呢 也成立一個叫做 社群力道工作室 那他也跟台大城鄉索 劉柯祥他們 有做一些參與式設計 來跟居民共同的參與規劃 所以我們到那一天呢 各位可以看到這張圖 這就是拆遷之後 他們的房子 各位看一下 其實很像螺形 對不對 一點都沒有生氣的感覺 好 那但是他們透過這樣的 參與式設計呢 可以讓保留自己很多的一些想法 概念 各位看一下這個是什麼 這個 蜜蜜 對 所以他們還保留 自己的這種信仰的存在 好 這也代表這個存落不容易散掉 各位像台中的稱號 很多廟宇啊 什麼都不見了之後 其實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是嗎 講到大家 有出來稱號嗎 沒有 好等一下會介紹 那我們再最後來看 所以尋求差 我們去那一天之後呢 其實就是參與他們 土地小學活動 他們去介紹 他們的這個社區 現在的狀況 那 因為現在考證已經結束了 所以他們社區面對 新的挑戰是什麼 因為大的敵人正不見 所以他們現在面臨到 到底要我們生態社區 還是自體自主的農村社區 區域發展 所以其實現況 他們其實面臨到社區 他們的意見上面 還刷在一些整合 那第二個呢 我們可以看到 蔡宇春其實 我們去參觀之後 其實有很多的 他們保留很多的生活的 故事狀況 也從事一些農業的過程 同時那個空間的構思 各位看一下這個房子 為什麼都不是朝向某一面 因為這都依照他們自己 想要的方位去決定 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那個空間的構思 他們自己要怎樣的空間 其實都有保留下來 然後再有 那我們再看第三個 暫視那個村民在敵方過程中 我們在聽到他們的故事過程裡面 有很多人是看到自己的村落 要被拆遷 拆回去 那回去過程中呢 其實就認識自己的故事 想 欸 好像一個電影 那個太陽的孩子 還蠻像的 不是最近蠻好的 那個上禮拜才是 上禮拜才講的 所以那個也是回 台北回到那個台東 所以這個也 我們看到兩個重要的人士 他們回去 然後才了解到自己的故事 所以就決定在這邊定居 這樣子 好這個是簡單的 講到那個圖畢聯盟 然後他們去做的 蔡遠春跟 反高鐵的一些行動 那再來呢 我們就去了這個觀塘 那觀塘呢 其實 這個地方是一個 舊的工業區的開拔 那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 貧窮人口最高 最密集的地方 那其實 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這邊是 老舊工業區 那老舊工業區在這邊 其實就有屬於他們的 遊樂地方 那最重要就是叫 運營房 但是呢 在 最近 2020之後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他要將原本的運營房這個地方 原本的這個 工業的位置 要全部做都市更新 好 全部做都市更新 那他們的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 我們來看看漂亮不漂亮 所以 各位想想看喔 假如這邊是工人 貧窮又相對高 那麼 未來要變成這樣子的 情況之下 你覺得 工人會負擔得起 這樣的消費 跟自在的走在街道上嗎 會比較難 會比較難 沒有錯 也負擔負擔 所以呢 老舱團的人 這一位 他帶我們就去 運營房 剩下的一排樓 那邊 去讓我們跟每一個 街坊鄰居聊聊天 那這個是賣那個喜鐵 我們等一下會講賣個喜鐵街 那喜鐵街採線之後 他就來到這一邊 那喜鐵是對香港人來講 非常重要的喜氣文化的來源 那我們看到這邊有不同的 不同的那個行業 然後這是喜鐵 這個是賣鎖的 這個是賣刀的 那這個是賣衣服的 不論是賣什麼的 其實我們 其實假裝我在 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看到笑得很開心 笑得很開心 那這個當然還沒有 我會發覺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會看到什麼 我們在這邊 做參觀的時候 我們看到 我啦 我看到不論是我們自己 鐵道團 港台交流族的人 或者是 這些老闆娘 老闆 或者是 刀上團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 在這個空間裡面 去談自己的故事 跟這些發展 但 講到另外一面的時候 他們 臉就垂下來了 哪些方面呢 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可能想講這個 講到租金的時候 因為接下來的 關塔 各位 大家都看到 他的未來的樣化 要變這樣子 為什麼要變這樣 因為他認為 關塔已經是老做工業區 他們要設立一個 新的商業區 所以叫做 CVD2 商業初期區 所以第二 第二 可能多核心 這樣子 所以他想要變這樣子 過程中 這些街坊民裡 就開始難過了 他就跟我們說 他們的租金其實差十倍 他們沒有辦法到這些 把握公司裡面去負擔 那再來 販售商品也有拆 你們想想看 剛剛賣的那些錫鐵 還有賣的 刀子 這些東西 你覺得放在大有百分之內 你們想要買嗎 公司上市 上位的那個 就不太可能 所以其實 對他們來講 這些日常的生活用品 跟這些購物的行李 是天良之別 所以對他們來講 就是排除 排除他們 在原來的生活地方的 藥貌嗎 所以他們其實是 在這個地方是 比較難過的 所以呢 我們看一下 簡單看一下這個地方 所以老舊的工業區 其實改換成新的商業區之後 我們會看到 那個公務人 或者說 在那些原地區的市民的基金 慢慢的消失了 我們也看到了 在這樣的商業區的過程中 全部都變百物公司了 我那時候還嘲笑說 為什麼去香港都好購物 因為就算你迷路 怎麼樣都是百物公司 當然好購物吧 因為你也不知道外面找怎麼樣 因為怎麼樣都是百物公司 當這樣出現一個 通直的空間 國化的時候 其實就 就會 都是這樣子 那最後還有一個最關鍵 我去投一個 私有公共空間的問題 私有公共空間 我們看一下這個地方 這是公共空間 可是你在這個地方 你會渾身不自在 為什麼 假如你是工人 穿著拖鞋 在這個地方 旁邊就有警衛 他就會 看著你 一直看 一直看 讓你渾身不自在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你們知道七期幾乎全部都是 那個 那個裡面啊 很多地方啊 那個 社區廣場 或是外面的走道 那東式公共空間 不是他們的 但他們會用 樹籌 或者是一些 呃 扛棒什麼之類的 就把它擋起來 請你們是可以到裡面的 可以進去裡面講話 可以去欣賞那些藝術品 但是為什麼那個公共空間 我們好像看起來 不能進去 因為 透過私有公共空間的過程中 他們都會設立一些障礙 然後呢 而不能夠 讓我們進去 那我問你 那個公共空間有什麼 重要性 為什麼七期要釋放出這些公共空間 其實跟香港一樣 因為這些公共空間的釋放 可以讓它的樓層數變高 因為你獎勵嘛 就是獎勵你公共空間的開放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七期找一找 你會發現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共空間 可以進去裡面做 還可以在裡面欣賞著 瀑布跟雕像 好 要來齁 那我要講的重點是 四有公共空間 其實排除了很多的窮人 可是在地的居民 其實都會去那個地方 所以 我們看到官堂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們再看一下那個 灣仔立東界這個地方 那灣仔我相信 假如大家 假如 假如有去 最近有漁展 那你們去的話 有些地方那邊比如說 你要住在灣仔 灣仔現在已經成為 重要的飯店啊 知名人士都在這個地方 那外國人也幾乎都在這裡 那邊還有很重要的那個 跑街 那我當時去的時候呢 我 他跟府城 就晚上十點 就回去 然後府城就被 招了一下 就被那個 就被那個 旁邊的小姐這樣子 好 那我們繼續 那灣仔其實根本就不是 就是這個白人 以前不是白人 以前都是 灣仔其實是有到 日常生活的空間 好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他們的房子 大概都是長這樣子 但是現在你們 大概看起來都不是長這樣 也 灣仔有個立東街 我在今年的2月的時候 就有去香港 那時候我就要特地找個立東街 可是都找不到 找不到 那原醫師院找就 封起來了 我只找到廈門街 他就跳過了立東街 不知道為什麼 好 那原醫師院他們已經開始做 都市更新 那原本是長這樣 好 那我們看到這邊 又有個字叫 以人為本 這是URAE的口號 URAE就是他們 都市重建局 那個 都市重建局 的 以人為本 那他們故意用 都市重建局的 以人為本 這個口號來反共 他們其實失去了 人的 人的象徵 因為他們 要拆遷過程中 他們用了這個想像 我們要用 因緣 你看各位 用那個 用那個 名字 好像就跟歷史連結了 可是人呢 都把他趕走 因為這邊的房租啊 什麼都很過的 他會變成一個新的小運動 哇 就好像台中有一個 呃 歷史 很有名的建築物 但是他只能留著 名字 那裡面什麼 不太一樣 我也不知道哪個 你笑的大聲 你會哪個 公開頭 公開頭 公插園 沒有沒有 好 謝謝 好 沒有啦 我只是那個 所以 到底是不是這樣呢 公園園科 是不是那樣子 我們可以再觀察 我們可以再觀察 但是呢 這個 我們可以看一下 在立東街 確實做的這些部分 因為 立東街過去是印喜鐵 非常有名 所以就叫做 喜鐵街 那喜鐵街 在2002年之後 2002年到05年之間 我們看到 非常輕易的 這一種都市的更新過程 因為隨著都市發展 他們金鐘啊 中環 再過來就彎展 所以有那個迫切的需求 所以呢 我們就看到 現在的樣貌是長這樣 各位看一下 現在的公司高樓大廈 剛剛的那個 這個都不見了 矮房 都不見了 然後旁邊還有 這一棟比較舊的 但是這邊是新的 新的這個 叫做卡通 因為他們可以透過 這一個東西 這是什麼呢 俗稱的 他們原本的街缺樣貌 然後這個東西 變成歷史 建物 然後透過這個歷史建物 旁邊的房子 就可以蓋得更高 很像是獎勵 建商 你保留 或者是 建造一個歷史街區 那麼你的 該地級 就可以提升更高的 落法 這樣 那他們就認為說 這個東西 香港人就把它叫做卡通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 都不能住人 也不是他們的樣貌 所以就像卡通一樣 就是一種 痾 一印象那一種而已 好 所以呢 他們常常講這個東西 根本就不是他們的 概念 所以我們這邊 透過幾則 兩則新聞 我解釋了一個文字 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標題 稱讚歷史的 立東階流消失 然後洗鐵街要改變叫 呃 什麼名 喜歡鈴 這是港元他們 講的喜歡鈴 那喜歡鈴是誰講的 是那個 發展商人事件 他們要改成叫喜歡鈴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以後會改成 昆鈴 珠寶 高檔的零售商場 然後結果呢 民間人士認為 這個烏魯的 舊界區的 商戶 好 我們再看下面 重塑洗鐵街 又變成叫 剛剛那個音源 然後那個下落 他們認為透過這兩個字 可以跟歷史緊扣起來 可是 對他們來講 早就已經 知名破碎 所以 你們來到館展 遇到了H4 關注族人 他們因為講這個地方 早就世神話 因為 原本的人通過走了 只剩下這種東西 叫我們卡通 OK 好 那我們去完了這個 呃 這個 館展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到了 尾村 那等一下呢 在尾村跟土家關 土家故事館 那就是由 西宇來做介紹 那我們就請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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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那我先講 因為這次 剛剛大學生在指摸 他的個性就是 很大招 他對這 成績研究非常非常深入 然後他也有 非常多的想法 但我必須要講 就是我跟他個性 真的很不一樣 所以一樣看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我看到的東西 比較不一樣 然後或者我的詮釋 可能跟他 角度比較不同 好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 我選這兩個特別來分享 其實我覺得其實還蠻有感覺的 因為 這兩個地方 先介紹一下 我要講的是 在黃大仙它是一個區 那可能它是一個廟嘛 就是那個很有名的廟 那它其實是一個區域 那只會有名叫黃大仙廟 那它就是一個比較是 跟早期班有關的一居落 那它這裡有一個這個是 這裡有一個標題就講到是 其實消失的市區中 最後的尾村 尾村就講 早期他們這個地方 像派人來居落 他都 他可能居落的時候 這樣子一個村落 那你也看得出來 他早期是這樣子一區 然後這樣多人 這樣子熱鬧 但是其實現在已經是 在高樓大廈 我要直善他們自己 留在這裡 就是小樹 它的特徵 特徵性是在這個地方 叫做牙前圍 那他們面對的問題就是說 其他人都講到 那我們既然都已經這麼高樓 那你們這個地方 什麼東西 查一查 然後蓋 蓋高樓 更多人可以住 然後可以進來個商業區 所以他們其實就面對 所謂的拆遣的問題 這個地方 好世界裡人認為應該要 可能就把它重新再改建 但是居民 有人就是說他不想要搬 或者說他認為這個可以保留 所以他其實就會有一些爭議帶 那我們去呢 是叫所謂的牙前圍的關注組 就是當地當地居民 跟一些關注這個地方的年輕人 組成一個組織 然後他們帶我們去看 認識這個地方 他的爭議 跟居民他們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們就透過這個圖 是對你們可以看一下 跟他一千 然後跟他現在的樣貌 那特別可以分享的是這一條溪 這裡有一個 所謂的村廟 叫做天后宮 就是從那個高樓 大概六百多年 那大家知道天后宮 是早期就是海邊的 所以香港一直在田海造陸 所以那個遍及基本上 它是會隔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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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每天不太天 它就是天海 現在只剩一倒水溝 海已經做到在前面爆炸 所以它其實講 它其實變化比較大 所以它其實壓力很大 這塊地應該很想 把它的產品再蓋 再靠 所以這個是講 有個歷史學家在洛伊 其實這個地方在九龍附近的村莫 它是 這時間這樣 它經濟過非常非常多的打擊 所以就一直被人家感 一直需要被人家說 你趕快動掉啦 趕快再來重建 趕快再來拆 那其實是值得可以從歷史來看 所以 我們直接看來的情況好了 好 這個是我們從房子裡面拍的 這個附近都是高樓 我們看自己這個是村子 那這個地方可以看一下 從上面往下看 可能再早期一點 它還有很多這種三樓院 那個石潤農傳統的房子還在 但是已經看到 有部分它是一個都被拆 因為街上會進來 開始跟村子就說 欸 先買一下這個洞 然後就先拆一點 再去買一個再來拆 所以記得它裡面 直接有點質疑或是 這個是現在的 有點情況是長一樣 然後再來 唯一就是保存是他們這個 那個門 大門 村子的大門是還在的 好 就大概少數比較 就有密室價值的陣子在 那其他呢 還是有人住人 所以這個地方 還適合做什麼的 日常生活的景觀 這個是一個 禮法特 看到嗎 20塊 給大家一個概念好了 港幣一塊算台幣 這大概算大概5塊左右 一塊港幣大概是5塊台幣 好 所以它說 你要打一次20塊 港幣 100塊禮法 還可以接受吧 但是記得喔 香港的物價跟台灣不一樣 在那邊一碗公佳面 就是所有的店 加上可能一個蛋 這樣之外 港幣這樣一碗 平均多少錢嗎 港幣20到30 一碗麵 大概平均20到30 是一碗 所謂的湯麵的價錢 然後這個地方 就是這個禮法 20塊 所以它其實就是 一種平價的禮法 然後其實也可以看就是 因為很簡陋嘛 因為這個地方 很多的房子被拆之後 其實更多 更大多數就是這種 簡單用什麼鐵皮 然後用防禦棚 大家一打 就可以生活 所以它其實它的現況就是 很多的屋主 其實都拆掉 都買地賣掉 然後更多人就是在周圍 自己是在這種間的孔子 然後開始衛生 可能是賣吃的 然後自己有個商店 所以這地方交費的人 通常就是那種 社會 中大階層 或者收入不是那麼高的人 他可能會來這邊消費 或者留下的是老人家 他們就會覺得 跟他們下棋啊聊天 這個是大概 現在這個社區 它的樣貌 大概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其實面臨到我的拆錢 他們到底可以去哪裡 跟他們其實 問來要怎麼辦 記得是他們其實很關注的一個問題 為以後的生活 萬一如果沒有這個20塊的禮法 那我這個夫妻 一次很多 台幣1000塊的減房 那我要怎麼辦 這是他們其實 很擔心問來的生活 好 那因為剛剛其實講過了 他們的房子 基本上如果你要說 保留歷史建築的人 就要來看 基本上你不行了嘛 都被拆的拆的拆的光 然後基本上都剩下那種圍章 所以他們其實 就是玉華RMG 他們的師父重建主 就其實認為這個地方 你原地保留 這個不太可能 他就跟你講 所以他認為 唯一能夠保留 就是你的歷史 對他的過程 那所以他們就畫了這個樣子 好 就是他們 一天更為會來 好保留他的 欸舊的樣貌 保留幾棟 然後我讓你 往上蓋房子 好 這是他們的想像 所以就可以看一下 當初就是 對這個還蠻有趣 所以他們其實 居民就拿這個 我們說 你看看這樣放退嗎 這樣子怎麼樣 然後開始就講很多他們的想法 好 所以我就 然後就是他們 就很多互調 就說要滑入我原本的樣貌 但其實我就有看到 對我來講 因為其實本身我就會想 那到底 因為這時期也有無從的家 所以我反而會更去想好 那所以高遠的生活 那你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那這樣的生活 又跟世界裡的想像 又好像不太一樣 那到底 所以其實到底要 什麼樣的生活 回到什麼生活 跟保留什麼歷史 這是我覺得 其實 不是坐這邊的人 也可以去想 到底這個城市 我們覺得要保留 要留下什麼生活 那其實到底誰的想像 跟什麼樣的生活 是我們想要做 我覺得這個是大家可以想的 好 然後這也是我覺得 這是我去一個很大的衝突嗎 常常聽子人在講說什麼 要 都是還要聽他講 然後我自己也開始去想 所以這一次給我蠻大的衝突 那我想跟你講就是這個 這家圖 結果我們其實就是 剛剛講說十多人一直去 然後這個黃色衣服的就是 這是郭先生 還是台南理髮店的郭先生 那就跟我們剛剛那樣 他們都很相反 那我就聽他講 但我覺得讓我感觸 最深是坐在這邊 兩個小時的下午 我就看他理髮廳 一直有人來 一直有人來 不要看他那麼簡單 那麼破碎 可是其實基本上 附近 不是住這邊的人也會來消費 因為他就是一個生活 一個平價的一個理髮廳 就是他們的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覺得其實 邊聽他講 然後邊感受就是 就是我會覺得 回到什麼樣的生活 什麼歷史 我覺得其實或許 世界只有他的想像 但其實每一個居民 其實應該都有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我覺得 我後來這一次的 有一點小的感觸 我覺得是 就是從別人身上看到的 就是法斯 那我認為什麼 真的是一個神聖神 這是我覺得 當嚇到我覺得 還蠻有感覺的一個地方 就不在於那個 那個不太多激烈的事 就是你感受 到底什麼是生的 這個事情 好那再來講 另一個例子講土瓜灣 土瓜灣它其實就是一個海灣 那因為有人認為 這是早前地圖 這個叫做海星島 那有時候其實這個灣 有點像是他們 香港的話 就是地瓜叫土瓜 雖然就要土瓜灣其實這樣而已 那其實這要補充的是 土瓜灣它早期也是一個 小海灣 小小的旅村 就再來這樣子少少 它這個都是天海高路 看到天平了 這張圖就是一個例子 所早期它只是一個島 海星島在這裡 好就是現在在這個地方 然後慢慢的開始 開始天海造物擴建 因為開始蓋工廠 然後現在變成是房子 所以這就是現在的 所謂土瓜灣 好那它就是也是一個 早期的工業區 那現在工業工廠開始搬走 之後搬到深圳區 那它也變成 到所謂從以前的工廠區 開始在找半門的獲獎 好 那它的叫力點是在什麼 所以不知道是這樣 剛剛說的 這個四所謂的新建 往東北的鐵路 所以它勢必高鐵之外 它也會有一些 想要發展這種的 他們的香港鐵路 叫港鐵 那它要新蓋的這個線 就跟我們改動很像 它要加斯蓋一些 所謂的地鐵的時候 甚至要徵收 然後加斯蓋 那也會想付錢的地價 剛好虎彎彎在這裡 這地方 好 所以它要新蓋 那當然勢必會想附近的一些房子 那它可能要徵收 然後要重建 但是開始就會有一些問題出現 但是我接著幾個新聞 讓它有點感覺 它完全沒有問題 好 那就是從日本 早期這裡 它是工業區的發展 然後到現在 開始要面對到 鐵路 鋼鐵經過之後的徵收 還有後續地價 還有上傳出的問題在 好 那所以其實 因為這個地方 我覺得 我們去 主要是跟人家 叫做土瓜斑的 土家故事館接觸 但是他們是 由聖雅各 就是他們講 貨打龍的那個單位 然後他們會跟 一個叫社福文化 關注組織 他們合作 他們認為 好 那現在這個土瓜斑它 開始要改變了 變得不一樣 它是可能會拆掉重建 然後害得更好分析 所以我們跟他 與其這樣蠻酷的 趕快先 記錄一下 當地的一些故事 他認為雖然這可能 不見得 能夠阻止開發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這張圖 就蠻有趣的 是我們認識這個一下小田 它其實在上個月 有來台中 有來招呼的吧 然後 這張圖 可以讓你對比 他們常做的 紀錄方面 就是畫設定的 這個是他們 所以一開始 他們一群人 想要開始做這個故事的紀錄 到後來我們去的時候 已經開始有這個 在上面 對 所以他們做的努力就是說 開始 我不能改變 會不能夠就是去擋 去拆 那沒關係 那我們就做 我們可以做的是紀錄下來 好 他們就開始 小田就利用他曾經去做的一些 人類學啊 或是仿台技巧 他們結合社工的制度 開始關注 在這個地方 所謂比較中大階層的一些 住民或者居民 他們的生活 那他們開始去畫出他們 記憶中 或他們生活的狀況來 好 這是他們的那個 一些 那再來他們帶我們去附近走 包包 那我覺得可以分享的事情 其實是 這個地方怎麼樣 這個地方就是住宅區 然後田都怎麼 豪 豪華房車 BAN BAN 那這邊還有奧迪啊 客廠的 為什麼會這樣 上面開場也不是豪宅區 不是商業大的 其實就是 這個就是保養的工廠 所以他其實 這邊就是一路一系列啊 冷氣場啊 然後各種好 這樣其實也反映出 就是在香港 他其實還是那種很明顯的 那種豪宅區 然後商業區 然後有這種 所以比較一般型的住家 那種工廠 是不是其實 到那邊沒人去看到 那種一種 欸 香港就會買東西 然後還設有很多 日常生活的這種部分 所以 其實這都是一個故事 講他們這個地方 他們做了什麼 他們的生活在 所以從後來小聽眾看 是他們這 一年多來的努力 就是他們做了 大冷的活動的生活地圖 他們把這個圖 挖挖的地圖放上去 然後讓每一個居民 去訪談他們 你就寫下你這個地方的感覺 就印象最深的 然後把它寫在上面 好所以他累積了很多個居民 然後或什麼故事之後 他們出了有四本的小手冊 你可以去看這個地方去 那我覺得重點是 他們就是把它寫下來 記錄下來 然後最後就把它 都呈現在這個地圖上這樣 好 這是我們跟他們的合照 那我覺得這個今天 事實上我就是其實 有點覺得還不錯 我只想看到的一種方法是 就會抗爭之外 那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覺得這個故事 這個例子讓我們 印象深 所以我回來的課程 我也是仿佛像這樣的概念 就是至少從認識自己的社區台 就是我覺得每個人都可以做 那這是我的後續分享 跟我比較相關的課程 就是從這個幾年 我來 好 那我們大概介紹了五個案例之後呢 那我們就稍微來做一些總結 香港的部分 那等一下簡單看一下台中 那我們再回到西雲 如何從個人的時間上面去做到這種城市的發生 我們先看一下簡單做的幾個總結 那個香港城市發生目前的危機呢 依照我們去觀察的部分 那我們至少在城鄉交界的部分 看到農業跟開發之間的問題 比如說剛剛講的高鐵 那它的想起的地圖 就是星界元朗 或大江湖 各位都可以去Google 那老舊工業區的更新再造 那像觀察這個地方 各位可以到這個地方 那市場小伴 當然我剛剛講到那個觀察很多運營房 到了新的 新的市場裡面 去重新的生活 好 那這個新的生活呢 有沒有帶就 原本的客戶 也跟著過去 沒有 所以他們現在 呃面有一些危機 那這就可以反思啊 那我們的建國市場 到了新的建國市場的時候 會不會把顧客也帶過去呢 呃 這就再觀察 那獲得天水圍 這邊有的租客 我們今天其實 比較少講到 就是剛剛講到市場小伴 或是租客的賣錢 但這個議題 我們之後還會繼續談 那我們倆都會講 之後哪些時間 那那個租客 其實最重要 我覺得跟台灣最大的差異 就是 我們目前很多的城市 看到這種是在講 產權者 有土地的 有房子的 但是對租客來講 其實大家都不太注意 但是在香港這個地方 大家可能知道 他們的租客相對相當高 那他們租客的關注也非常多 那各位有興趣 這兩個也非常重要 那只要講一下 他們的這個危機 那當然 包含我們剛剛講到 灣仔這個文化保存變 卡通化這個概念 跟居住權的問題 剛剛講到 雅前維這個概念 還有市民參與的 意識的改進 所以呢 我們其實看到 他們有很多危機 但我們也看到 很多的市民組織 他們現在還在努力 想要重塑城市的規劃 而這些重塑規劃的人 不是規劃者 就是這些市民組織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重要 所以像土瓜灣 這種社區營造 跟在地意識 是相對來講非常重要的 但這也是香港目前 遇到的城市危機 簡單的幾個概念 好 那我們就來到台中囉 那就考考大家 不知道這在哪裡啦 好 我們就先看這一張圖 這張圖是日式時期 最有的工廠 我知名有很多前輩啊 所以我幹 那個 所以大家先來看這地方在哪裡 他帶著 從這地方看出來 這個斜斜 酒廠 他真的是 很大的廠房 各位有聽過綜合房織嗎 然後 烏日 這樣很重要 在1930年代 就已經有了 這一個 那他在之前 做自辦重畫 在2011 今年是2015 2014年的6月的時候 全部成一品 那你們什麼時候可以看到他呢 其實你們坐火車應該都看過他 坐火車從大慶到烏日那裡 有一個大煙窗 現在已經沒有了 但是 我們Key位相對比較高 你可以看一下 那裡面全部變了一堆草 那以前全部都是這種工廠 紡織工廠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這 董門 要全部都拆掉 這是在自辦 烏日自辦 他們的自辦 好 那我們的主題 是講到死恩與死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過去我們也有一些規劃 剛剛台中這座城市 有些烏日 烏日這個 綜合房子其實 滿重要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們也看到一個 衰敗的過程 包含 紡織業在台灣 其實沒有那麼興盛 再加上這個工廠 大家也不要 好 所以呢 他就最後變自辦 會來準備變成住宅區 好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大家就看不出來 他旁邊其實就是 石層樓生的那個地溝啊 好 那這個地方就是區塊徵收的舊社 那旁邊就是房子 那房子 那房子剛好很幸運的遇到屋主 那屋主呢 就說他怎麼樣 再怎麼樣都要把這一棟房子給保留下來 對它來講 它是一個重要的生命和記憶 因為這是 這兩個 這一對夫妻 他們 蛤 他們 結婚幾天日 那時候還 有第一棟房子 所以俗稱的 Key Gage 有可能是這樣 Key Gage 所以進行市場 一些Key Gage 他們簽了一百種 有這樣的概念 所以這其實在舊社 我們也看到 舊社其實 顧米斯蒂 就是很久的 一個老居落 那因為區段徵收 也就是台中的捷入機場 那他拆掉之後 這個聚落呢 也就跟著 不見了 我記得我以前去的時候 還記得那個小路怎麼走 後來他就改成開大條路 我已經忘記怎麼走了 很多空間感都被打掉了 那是第一次這個震撼島 再來這個地方呢 也是很重要的 這個是 蘇德山莊 以前我曾經 有一個人來到這邊 去分享他蘇德山莊的故事 那其中我最重要是在去年 前年吧 應該是去年 去拍到這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小孩 這邊寫的拆 是那個東人好寫的 但這裡面有個最重要的就是 我愛我的家 假如大家來到前面看的話 就是什麼 的家 然後的house 這個圖片 這是因為那裡有個小孩 他們那裡有三個 有一個才有 小一小二小三 他們就在這邊畫畫 就希望自己的房子 不要被拆著 那這個第一棒是搬坡床 各位有 一樣搭火車 經過大慶的時候 往中山一看 突然出現一個停車場 再過去就整個都沒了 各位有印象嗎 然後那邊呢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橋 出現了 愛心橋 或皇冠橋 或是就是蝴蝶橋 一大堆的橋 這個很多人都知道 那這個是那個搬坡床 以前是抓了一個聚落 但是也都在台中這次大型的開發之下 全部都重化掉了 那我們要講的是 除了這個之外 這個是城鄉交界區 台中城鄉交界區 原來台中市 那我們再看台中的舊城區好了 那我都看到舊城區 現在就是要做這種國際化的霸展 這邊原本都是台中的宿舍 那也有建國市場 但是現在要做一個新的國際化 要變成新的建國市場 跟新的城市的意向的鐵路 我們也看到台中 也面臨一種生跟死的過程 而這個死呢 並不是說老舊的東西拆掉就是死 我們也不是要留 我自己啦 我自己認為不是留下的老建築 才是絕對的 那個死是來自什麼 死是來自於 假如我們這個城市 賣相最多的東西 以高檔化 很高檔賣很高貴 全部都是金融 很有錢的人 才能夠消費錢的那種空間 其實那個空間已經不是日常生活的空間 那麼這個空間 對於一般的平均來講 就死了 因為你不會去那個地方 所以呢 我們面臨到 不論是香港 或者是台中 這個地方 都面臨一種生跟死的過程 好 所以 這位 這地方是哪裡的 衝古 衝古 這樣漂亮對不對 那你們知道 衝古之前 他們可能經過 一早叫做蟲化 那蟲化會怎麼做呢 幾乎就是全部化掉 不論他過去有什麼趣 這當然不是蟲古前面的照片 他是在做辦事事情 這邊以前是 頭家莊外圍的巨路 非常重要的地方 以前這邊有很多巨路 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 游泳池啊 汽車教訓場 那蟲化就是這樣子 全部都平掉 我剛剛是不是有一個房子 這個 這個房子 這個房子其實 他旁邊就是這個東西 他房子在這裡 旁邊就是這個 很深的溝 所以 那個房子常常被威脅 被工人威脅說 你不猜 我們這個不小心 破壞一下 你這個房子都倒了 他有被威脅過 但他堅持不要 那可能外面的人認為說 他不要你 因為是為了錢 不對 所以那是他的結構經驗 很多的故事 我們值得去深探 好 那總結 其實 台中 我就比較快 直接帶到整個城市 發展的一個狀況 那像我們的市場 小販跟租客搬遷 其實在建國市場是看不到的 因為 建國市場很特別 三四樓是什麼 租客 或者是 他們是住房 所以它是少數 很特別的一個市場 那市場小販要的搬遷過程 以後的秘賣 會不會有問題 這也是值得討論 那區段的時候 像舊設了這個地方 文化保存跟開發 其實像現在 我們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 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就關注台中 那我也很開心 其實看到很多的生命組織 或者是很多的年輕人 一直都到這個地方 開始做很多的事情 包括好辦 或者是任何的活動 才有機會讓大家 可以吸收到更多的 城市的東西 包含 十月 今天到 禮拜日行動 這個城東城的計畫 這些計畫 城東城的這個 舊成好生活 這些活動 其實這些活動 通常都是要大家去了解 更了解台中的城市 的過程 不過呢 我們還是面臨到一個開發的問題 那再來就是市民意識的溝通 其實我們台中 還是缺乏一個小小的東西 跟台北比起來 我們不是要跟台北比 但是我們確實跟台中 台中跟台北缺少一個公共 溝通的地方 我們也確實摺無有 很多的空間也開始慢慢出來了 但是 我們像現在 快9點了對不對 9點5分 我們講太久了 我覺得我們應該花更多的時間 來對話 所以繼續講下去 所以我這樣才會快一點 所以呢 商議院聚落 像各位 最近有的水隊聚落 或以前已經被拆樹的山莊 這些東西 其實都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所以我們跟香港 其實面臨到 類似這種 城市集聚開發的問題 遇到這樣的問題 其實我們共同的危機大概就是這樣 這個迫切的居住權 沒有保障的租客權 不被認可 日常生活文化 因為我們都忽略了 我們只往金錢 我們只往發展 那個發展只有金錢的 唯一的思維 這是非常可惜的 那我只重視高樓跟商業區 像 之前這個 市政府想要規劃台中市中局 作為商業俱進區 像紐約那個商業俱進區 全部都改成商業化 的一種 自製模式 但是難道只有這種發展可能嗎 就像剛剛 折武的 重要的台中發展 他有提到 第一工廠移民工的問題 難道他就要被這個商業 出進去 也排除在外嗎 我們有移民工問題 不過還有其他的 比如說 青草街 這些很多重要的東西 其實值得 被吸探的人 所以 我們被吸探過的時候 我們就有參與的可能 台中雖然有參與市預算 但那個參與市預算 真的要讓我們市預算嗎 這個 大家亂笑 我就 一邊多評論 那再來就是 我們又提倡這種開發跟這種發展 但就像我剛剛講的 我們是不是這個發展 其實都被牽著走的發展 被某些人的論述 而不是自我的論述 而不是台中自己的城市的論述 我們應該要自己台中的城市的論述 這樣子 所以 我們看到香港 一樣 所以他要反破千 我們看到 這一張圖是 是那個 水奶樁 這個 老先生 因為不能住在原本 他是 身心障礙者 那他不能夠住在他自己的房子 他要被迫去 住其他地方 那住其他地方之後呢 他有的是收破頭賣鐵 來讓自己回生 可是因為那個地方 不能讓他收破頭賣鐵 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 這個 拽錢車賣掉 所以我看到這一幕的時候 我聽到他賣掉自己的車的時候 我覺得太可惜了 這是他生命來的 他做就只能 原本還可以 透過這個賺一點 零用錢 可是沒想到 現在只能靠老人經驗 或者是身心上的經驗 這是其實 我們都很早看到一些故事 那最後我想 問的就是說 保存是什麼 我們要保存什麼 或是我們發展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東西 很漂亮對不對 可是對香港人來講 是一種卡通啊 所以我演用這個 回到我們剛剛講的私生化 私生化 假如 過程中看到 即使要保存什麼啊 假如我現在 各位假如聽到台中 要保存什麼東西 我們要質疑他 為什麼 假如保存下來之後 它成為歷史建築 可是它是一個日常生活中 是乃圓匪測的話 其實 那是我們市民的城市生活 各位想看華山 其實也還好 不過華山要有商業化 我只有投在十塊錢 其實也進不去那裡 我覺得有點可憐 我只有十塊錢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可能做社會運動 或社會抗爭 一直抗爭 而是要了解 到底我們抗爭是什麼問題 要重新理解 這是非常重要 那接下來就是那個 幸運會介紹 他的個人 怎麼樣去實踐 那為什麼要這個部分 因為各位在場都來自不同的 不同的職業背景 那麼其實剛剛有個人說 海中好像就像遇沙漠一樣 但是能不能變遇之後 就像邁爾斯講的 每個人都可以 透過不同的職業去發生 那麼我們介紹一下幸運 他怎麼去發生 那相信各位看完之後 也許也有機會 去做這件事情 好 那我們就 其實就我講到 我執行這個課程的時間點 它不是正規課程 我必須講還是有現實 就是高中 你還是要去考試嘛 所以基本上 我這個就留在一般的學期中 因為我知道那個勁對待太大了 所以我先用暑假的時候 剛好我去玩香港 就是那一禮拜 就一直逼我自己 要用一個課 然後就回來要上 所以我就是回來 就馬上就到 就在那一張試驗 剛好暑假比較輕鬆 他們也比較開心 就我們就來玩一下這樣 但是一樣 這個是高中二年級要上 那樣都市 剛好就講都市的議題 要上兩課 然後想說 那平常我剛剛聽點課文 他們就說 前年的學生 我說老師這個不太無聊 他們就覺得不太懂 還那些美國的什麼 理論同心 覺得善行 他們覺得那個他們很乖 我說好 那時候我們試試看 我就用相反的例子 開始跟他們講 什麼是讀書 過程之下 所以我看到我定出來 就其實第二個是關鍵 除了課本的知識 單向之外 他們可不可以去 看到其他的可能 就是我覺得 這一趟七天下來 我發現其實應該要 看到不同的東西 就後決定怎麼樣 其實是每個人自己去思考 或是自己的想法跟感覺 然後所以最後其實我覺得 就是他久了 如果有一次單向的新收 他們其實就覺得 欸就是聽點講就好 然後別人說什麼都對 但是其實他應該是反思 他覺得什麼才是好的 那發展然後發展什麼 跟最後到底 到底如果我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這一點就是回到第一個 就是其實 不好看其實學生都覺得 把那些課程講的對 老師講的都對 但是我們都忘記去想 那你自己覺得怎麼樣 所以我想就是把它列為 是這一堂課的三個目標 然後我設計的大概有 總共是八堂的課 對然後帶學生去嘗試 看可不可以 他們開始看到 不少的東西之後 然後有些想法 好所以這是我大概的一些想法 那我怎麼做 我就是有四個部分 那把它每個 我大概都是兩堂課左右的時間 然後也不僅兩個是一堂或兩堂 總共之後大概是兩個禮拜八堂課 第一個就是還是有基本的概念嘛 就是這個程式版本 然後以香港當例子 然後再來我就是用百思 帶他們去想到底這個城市 你能不能夠由市民自己去規劃 我取的是荷蘭的Wiki City 之前子文康可能在這裡過 他就講說這個地方 Wiki 百科的概念 變成城市文化的想法 每個人都可以來講 你想要這城市變怎麼樣 所以我現在舉了一些國外的案例 然後還有那個在講印度的和民小學 他們讓小學生去嘗試做改變的事情 台灣有在破叫DFC 如果是國小老師的破相關 也可以去查DFC 就是鼓勵讓國小小朋友 我去嘗試發現問題去解決 所以我把它融在第二個 讓他們知道其實小朋友也可以做 或者年輕人也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讓他們認證之後 知道你有可能先鼓勵他們去做 第三個就是這樣實際的分享 就是找了兩個年輕人 都是紀念高三畢業的學生 一個就是俗成 然後另外一個我找的是彰化高中的一個 他們的孫學長吧 然後去分享他在參與賴和基金會的過程 開始去做的一些事情 讓他們知道說有不同的可能 然後你可以做 然後真的有人去做的 那最後裝畫 帶他們一起試試看 那也不知道他們說馬上都要做什麼改變 不太可能 就從認識自己的生活開始 你開始從認真的關心自己的時常生活 這是他們可以做的第一步 這大概就是我四個部分 那我用幾家圖片去給你們看一下 那這就是兩位講者 這個是燕安 然後他現在也是念日風改大學 跟那個故事講 然後他就是介紹 好那這是苦茶 那他們就是 因為那時間非常的經歷 那最後我覺得那個成果 讓他們自己就 哇 他們去用一天你上課的過程 然後後來他們剛有創意 有人結合了這種 以前我會問他的什麼 經歷一下的概念 然後這樣結合 然後有各式各樣 然後被他們就是去觀察 描繪出你的感覺 他們真的就很認真的去做 然後再來 所以就是 除非他自己 就是個人每個人的生活不一樣 然後再來我讓他們說 那你跟同學討論 然後你們一組一組上來跟別人講 然後我說最後 大家都天邊一天嘛 就是因為你一定會觀察之後 你會有一些你想改變 你覺得這個不太好的事情 所以我就讓他們最後呢 你上來是要講什麼 就是 講一件 你這個生活 你感覺你體驗之後 你想改變什麼事情 就開始跟大家分享 他們都會有感覺說 對對對 然後一開始有點符合 所以其實還蠻熱鬧 最後一場課這樣 好 現在這個是一個過程 那我用大概一個三分鐘的影片 我把它剪 剪結下來這八 八難過不過了什麼 然後給大家看起來 用影片的方式帶一下 講很快 三分鐘而已 好 那不然我先再等一下好了 那我先分享一下好 這個課程我再兩個班實施 然後其實兩個班全身特性不太一樣 那反應其實大部分都還蠻相似的 所以最後我是要用他們的會單做總結 就知道他們對這樣課的感覺是什麼 那其實他們反應還蠻正向的 不過我講來是有現實的 有兩個學生跟我講 他就寫說 老師我們教這課程非常的好 你很用心 但是因為我的要補習 要上課要考試 所以我覺得我可能 我知道很好 但是我沒有辦法去做 他們還是會有這種想法 但是至少 我覺得他們開始知道說 有其他可能 我覺得這或許是 我其實真的要想做的事情才好 那大家就來看看這影片 是從最一開始 我怎麼去設想到 最後他們的委會 一起去 build 來以來 滿足的部分 一起去 再給趕 結束 他要管 你當去 一個��浪 有一個綁 那這個系統我是用這個,要主持人他的例子,就能知道其實生活跟你的夢想是有關係,這個當作一個前路給他們去想,小心跟自己去關係 這就是武力學生說,你可以多去看一些講座,去看到你在發音小時期,那這個是驗感嗎? 他在武力學生,就是學姐學弟妹可以去各種不同的單位,或不同的講座,或是不同程式都去認識,加入更多的人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就開始畫他們自己的生活地圖,畫上一分 他會發出一個問題,跟那個系統不太一樣,然後他會那麼小張,開始要去想就放,然後把誰跟家庭一樣是這個系統,然後他們就開始就好了 那我覺得還蠻不錯的,就是早上開始吧,就是要對地圖單元放進來,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家在這邊,然後我整出來,中秋門口很多,不知道為什麼就我沒有過很多的車,所以希望垃圾可以少一點,謝謝 那我想想想一個就是,因為學家這邊很多狗屍,然後就從頭到看地上,然後就想辦法 我現在不臉小,我沒有忘記,是天啥那種狗屍,所以要不走,可以趕快 那我想想一個就是,因為早上去騎到這一條,當上很多,女眾騎摩托車,然後走人看,動腳 上門然後放開我主持人 他在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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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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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這大概就是這堂課 八節課用暑假的時候 讓他們嘗試去做的一個不一樣的 的東西這樣 而且他們有一個回饋是我沒有提到 他們其實更想做的是老師 讓我們有這樣想法之後可不可以去實踐 這個就是他們能不能回饋 那我覺得這是未來是會想嘗試看 接下來的暑假又寒假的智慧 但他們真的不錯 我之前覺得其實是 我現在更想做的一個嘗試這樣 好那我們就趕快說 所以最後 這讓大家回顧 那就要結束了 那所以其實最後 我是用他們的那個回饋單 的回饋做一個小結 那他們其實給我還蠻正向啦 所以真的蠻開心 他們可以有這樣的感覺 那也發現其實 或許真的舉案例 讓他們去理解 或者說他們從案例去思考 他們其實對城市的議題 一樣的課程 一樣在講一些概念 就是他們可能會有更多的感覺 那我就覺得 或許以後可以嘗試這樣的 不同的上課方法 或者說不同課程的設計 我覺得這也是我未來可能想 繼續嘗試的地方這樣 好 這是他們最後的回饋 那我覺得其實這句話是 我蠻感動思想要多一份心 這個我覺得是搞在情義面上 或許考試成績不會看到 但是至少他願意去做 那就像剛剛回饋到的 就是講話大理的 然後他想想要用什麼 就是用什麼文化的 但是他做選擇 其實也可以這樣 這是我們的分享 好 我們要 最後 我覺得 最後才是我想講的一件事情 所以前面講那麼多 很多的香港跟台中 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無論剛剛有人問說 到底我們要怎麼行動 或做什麼 就像剛剛夕宇講的 他可以從他的職業上面 去做一些 的論述跟行動 那其實我們要做一種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我們其實都是市民 我們要有一個自己的權利 來自於對城市的想像 所以我們可以從 關心公民意識或閱讀 反正性思考 開始慢慢的行情 那你可以關心移工 你可以關心性別 你可以關心教育 環境 勞工 土地 城市小飯等等的 透過這些閱讀 你可以加入 被政府組織 你可以去社會企業 從事社會企業 政府企業等等的 你也可以透過去關心 區域計畫 社會博士 或者是都市計畫 等等的概念 然後去做到 這次的市民參與 你可以做研究 你可以去從事社區營造 你可以去加入 參與市民預算 無論你做哪個部分 這都是一種 市民權利的展現 所以我希望大家 未來都可以從 這個部分上面 持續的關注 來折舞啊 來任何個地方啊 然後未來 我相信這座城市的影片 更不一樣 那未來我們還有一個 城市講座的分享 這邊有四個 還有城市讀書 會來教委 可以跟我聯繫 那這邊有四個 那14號162324 有在新手書店 同事縣跟新手書店 大概是這幾個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 今天來到這裡 因為我們要 重要的是2324 就是香港的理論大學教授 來到這邊 跟大家來評判 這一個社區 他們的案例 同時他也是獨立 這一點我們的成員 那也會講到在地抵抗的這個概念 那有興趣 希望大家可以來 那我們今天的分享 就到這個地方 謝謝